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来野狐五段进行一盘对局 那这班旗我是拿白的 一开始呢 双方是下了这种对角布局啊 那都是走在小木的位置 那这个旗呢 我右下角再走个新位好了 那么这个旗呢 黑旗接下来可能 自己地角或者是挂一挂什么的 或者挂这边也是有可能 看他这么选择 那实在是直接点角 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行 那这个旗呢 我们可能挡这边好了 然后这边走一走再挂过来 这边可以选择飞啦 或者是长 那我 我实际上是走得比较好 长一下好了 他这时候可能会飞 那飞的话 我们就抢到一个先手 去走下夹攻一下 那这边的话 黑旗可以考虑夹过来 这边是有这么样一个攻击手段 那或者说 他要在左下去硬也可以 那这样我们可能就再拆回来什么的 哦 他是准备踢完一跳是不是 那这样我们就 下面低拆散 哎哟 他是要夾我 这个夾 哦 有点邪恶 这走得有点邪恶 我看我就搭下去好了 他这边没有跳 我们当然是想要碰下去 他这边如果搬我们就再长 这个棋几掉应该是不便宜哟 这个棋几掉应该没有便宜 他如果要团我我在退 他这边气满紧的不敢去冲淡 我再扮一下他受不了 我这边刚刚是讲说 他这个棋如果我说去团 哎呦 他如果要团我的话我可以退啊 他这也不太敢冲淡 冲淡我这一兰 那这边会被我打死这颗 所以他应该受不了 所以他現在這邊繼續爬 那我這邊看要不要繼續退啊 因為這邊擠掉的話感覺是 還是有點俗啦 但當然也不是說一定不好 算了我看我還是擠掉好了 不然的話留一個 留一個被他團了完衝斷的毛病 總覺得還是有點心理上不愉快 擠掉的話這樣子 比較乾淨一點 當然是稍微有點俗啦 不過我覺得也還好 好他們 那麼他現在下面是拆過來了 那稍微有壓迫著我 我這三顆的一個意圖 我三顆看要不要稍微走一下 走的拆又是很穩的一個下法 也是可以啊 我覺得 下一步的話這邊正過來 他下面兩顆其實 也還有一點噁心啊 我這陣過來下部還有再一點 所以他這邊要不要跟我跳一個 那如果我這個拆又跟他跳一下交換 但感覺應該是還行啊 應該也不是很虧 那這邊的話他是有個點方的一個手段喔 感覺白騎士也是有點討厭 哎呦他下面是補在這個尖的位置 他可能也有點怕我這個漏進去 這個他這個尖也是還行 那我這邊的話我要正嗎 正的話他有個穿 現在的話他下面已經變得比較厚 所以我現在去正他可能比較沒有意思 那我可能就自己左邊拆一個 拆個起應該就還行吧 不然的話他這邊如果剛剛不拆他這個逼過來也是好像有點痛啊 逼我要管然後他再跳起 好像這塊起反而有點 有點不知道在走什麼 所以乾脆拆一個 但拆他好像還是有打路 好像也是挺討厭的 我沒關係啊 就看他怎麼下 他是其實現在考慮的比較久 有可能是想打路是不是 打路我再思考一下 打路我可能還是要拐一下吧 打路我拐一下然後他跳起 我們再跟著他跳 其實也還好啊 大家一起跑他他不見得就便宜 他這期不知道是要考慮下哪裡 局部地角 全盤來說地角也是蠻大的 哎呦他這期這期真的想比較久 嗯不知道在考慮什麼 這個地角也是可以下啦 然後不然左上掛一掛也是可以考慮吧 哎呦還真的走右上去地角 他是走這個大跳的一個位置啊 那走這個大跳了我就有點想要逼他一下 走到這邊應該也是一個好點 那接下來他可能會夾過來嗎 他敢夾過來嗎 我可能就在跳吧 他夾也不見得好 因為我跳起的話下部有靠 然後這邊他可能也要處理一下這顆子 看他怎麼走 如果不敢夾過來的話自己跳一個 是不是挺沒意思的 好像這個大跳剛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常常看到被人家逼一下 好像直接高手常常就會跳下去 但現在好像比較少看到 可能後來大家覺得這個跳 不知道是不是有點緩啊 因為我如果逼完一下你跳 那後續我這邊還有碰的利用 然後呢你還要再立下 或者是斑晚立下什麼的 這樣子的話總覺得好像兩邊都被人家利用 可能 可能直接去直接高手覺得這樣子有點不肯 那麼現在看對手要下什麼 不夾一間低腳的話好像二間高腳還是可以考慮啊 是不是 不過他如果夾這個我是不是有可能直接碰進來 也是可以考慮 我對方好像是常考型的起手 這幾手起都想的比較久 不過接下來馬上進入獨秒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讓他去思考 那局部如果不下想要走個拖先的話也是可以啊 那可能左上進來吧 不然 再不進來好像左上角白起整個模樣越來越大了 不然如果局部脫先我下部還是可以有進來的手段 可能就是靠這個欣慰吧 對方這幾手真的想特別久 還有都已經有點不知道講什麼了 還是沒有落子 現在開始獨秒 我終於下了 是走在右上 左上角的去掛進來 那這期呢 我們就 可能拆一下好了 拆了他可能會脫退啊 然後我們在常見角力 這也是一個很傳統的定時啊 那接下來他可能會飛吧 那飛的話我們 喔 預防他這個下一步有個二路飛進來 我們就飛一下 那這邊他可能會沖完一個擋住 好沖完一個擋住 這樣的話他算是局部眼形有了 然後下部隨時一打拔就是火起 那我們接下來是走到右上角去靠一個 靠的話他有斑或者是斑這邊的下法 然後像是立進33或者是長好像也有 我長外廟比較少 通常可能就長33或者是斑 兩種斑的下法 他實在斑這個我們就斑下去喔 然後斷完接住我們再爬回來 爬回來 爬回來的時候呢他這邊要長一個 那長我們再來接住就ok了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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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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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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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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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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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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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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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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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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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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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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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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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2 做給一些比較接近極位還有低段的棋游 所以說就沒有講那麼難 這個棋型稍微比較難一點 這邊他是花了好幾次來思考 花兩次思考 顯然他是有點沒有意料到 不過這個地方他剛剛還是應該要倒虎一個 實在這個立下呢應該是走錯了 這樣子變成一個打劫 而且他還得下對這期才是一個緩意氣節 他如果下錯比方說現在跑去打的話 這樣變一個本節 他這樣這樣的話就下對了 下不得打 然後他打的時候我也不能打外面了 因為打外面的話他這一撲 我現在如果打外面他這一撲啊 就會變成一個進火了 現在我如果打這個他可以打在這裡 這樣我如果提他可以提這個局部變雙節 那我如果將來提回來的時候呢 再提這個他可以提這邊 所以是一個變成進火了 所以我現在如果要整塊抓起來打劫的話呢 我必須要打這個 這樣的話就局部形成一個緩意氣節 我這邊也是有個問題 我這起劫財是在哪裡 剛剛顧著講局部死活沒有注意到劫財的問題 不過我局部接一個應該還行吧 他本來進火的起走成打劫了 所以 反正至少怎麼下我應該都不虧吧 他直接拎掉了 這樣我們這邊可以板下 搬哪邊也是一個問題 這搬哪邊 哇這個有 有點面臨抉擇 搬哪邊好 搬這邊好了 這樣是不是可以把腳給收一下 他如果退的話我們可以爬一下 單階也可以啊 單階的話 局部好像味道有點不乾淨 去用爬的也許比較好 先把腳給收下吧 然後這一塊行呢 可能就讓他攻了 我也還好他自己這塊也不是很厚啊 所以要攻了我們應該不是很怕 而且剛剛在打劫過程我們打了一下 所以這邊已經 確保有一隻眼了 所以 應該還行啊 被攻的話也還行 這邊我們就長出頭就好了 然後這這這這五顆也是有一點薄弱 不過他自己這邊也不是很厚 所以 應該不怕啊 他如果夾過來我們這一拐出呢 他這一塊起甚至 好像 他還比較薄 我應該不怕 他這邊是 拐了我一下 他意圖叫我擠一下就跟他交換 是不是 8 7 6 5 4 4 3 2 這邊我就偏偏不擠啊 這擠的話幫他做眼 我就偏偏要戳進去 戳進去如果說他團的話我們再去拐頭上 這樣他一樣是挖不進來 所以 不怕他這個東西 他如果這樣子走的話那就沒差因為他還是一樣挖不到我們吧 所以我們剛剛不要隨便擠掉 幫他做眼了 這樣等一下我們可以考慮用擠完然後接在外面的 我們現在先出頭 先拐過去 拐彎 拐彎 欸會不會 他如果虎喔會不會 斑會不會怕他斷 這是一個小問題 應該是不會啊他斷這個沒有什麼用 這我們敲完這打一排出去他也沒有什麼好的 那他如果長我們再虎一個 這白起感覺是蠻舒展的 現在看他就下挺快的剛剛 多秒前那一段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下那麼慢 兩三分鐘好像都直接耗掉 這邊他是連班一個他連班是有什麼目的啊 我打他一個看看打他一個目非要跟我開解應該不至於吧 那他如果不開解的話他連班這個是有什麼意義啊 是有點看不懂的 他剛剛怎麼不長就好了 哎呦 斷這個 斷這個 斷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這不是直接打死 斷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是要打這個嗎 打這個我提然後他再打這個 沒有什麼意義啊 看不太懂 這我就拎掉就好了 這我就拎掉就好了 沒有什麼太太大意思 他感覺這樣出頭比較順暢啦應該這樣子 喔他這樣子連一串之後再虎出來他覺得這樣出頭比較順暢 不過我覺得 沒什麼便宜的 沒什麼便宜的 看起來是沒什麼便宜的 然後這邊我們再飛一飛 或或者打長 我們這邊有效的把他壓破掉然後讓他只能夠去單關聯絡接下來我們再去攻他這一塊應該是蠻舒服 哇這還要團斷我 這麼兇 有沒有這麼兇 喔那我剛好應該打長是不是比較簡明 非一個想要追求騎行優美 有時候不一定有必要啦 結果他沒有要斷我 喔那這樣就沒差我們就嘗一嘗 其實我剛這個點掉完是不是應該擠掉啊 比較 比較沒有變化 等一下他是不是 會挖斷出來殺我之類的 有時候保留一些東西是可以的但是有時候會有點沒必要 有時候圍棋就難在這裡啊真的 有時候也沒辦法 真的要有很很大的對局經驗才會去知道說像這種東西到底要不要保留 他上面是打進來這個起我的拐過來他中間是騎行不太好了我這一般的話 喔所以說他在跳過來 呃跳過來 先搬一下 先搬一下然後其實搬完也不知道下什麼還是就搬完接住接住是不是有點問題 接住會有點臭嗎 接完然後他若長我們是 趁勢靠出接到我接我們再跳出 也不是不行啊 好像還行 看一看好了 剛在講那個極端問題主要是因為他現在如果挖斷我要打吃完吃這個嗎下面才有火那這樣子中間會變薄他這邊有一個切斷什麼的 不過先不管那個應該也 也罪不致死啊感覺上 喔他點掉 還是我們現在把他擠掉 我擠他其實也有可能會斷我 斷我怕嗎 把這個剋掉 好像不好 我還是接好了 太喔真的來斷了 那他剛剛幹嘛虛掉啊你直接挖斷完下一步在這邊不是有個切斷嗎 他這樣子反而是挺怪的他是想把我整條抓起來攻是不是但是好像也不太好攻啊 這塊其實要怎麼攻 他剛如果沒有虛一下現在不是很舒服嗎可以切斷 他這個就長是不是他覺得虛一下把我虛中但是其實幫我補斷了 這個騎他這整條因為被我切一下之後這整條眼尾又變差了我們就虛了 虛不一定有必要我們單跳出好了虛有必要嗎 好喔好像還是可以虛不過隨時虛的到嗎不差那個 這邊他如果再不走我們虛完這個一個跳過來好像就死了 先刺我 我們不要虛好了 虛到有點提醒他那邊有會有問題的感覺 哇他這個比我還兇 怎麼都不想想自己的問題更大 而且這我不是隨時都能出頭 這邊先弄他一下 我直接走好像也不見得成立 如果直接點完衝過來的話 點完一個罩住的話呢他可以兼完衝過來 好像斷不了他 我們這邊假裝是倉皇逃出好了 我們就把他接出去 這邊如果變厚了之後再去弄他 或者我是上面我是下面隨便靠一靠他這個問題不是 非常多嗎 他還敢先來這邊走 喔真的是什麼棋都不想補喔 偷看一下木術是怎麼樣 木術也是 上面全部點死 不過中間他還點太多了 他哪有那麼多木 總之他下面問題實在是太大了 這個棋跟我說不補真的是過分了 下面隨時會出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上面得先走一下 喔這個連班先把關注啊 打吃完吃出來了 喔這個棋是不是 我們應該斷這個啊如果斷這邊的話再斷好像他會挖出來不太行 斷這個好像比較好 不過他現在會不會接回去 應該也不怕吧 他如果提我們在斷啊局部他這邊應該還好沒什麼棋 7 6 5 4 3 這班你算是各種戰鬥殺的比較眼花撩亂 我啦結果還真的接回去喔這個其他敢接回去的 先挖沾一下 要不要挖沾了 還是挖沾掉好了 然後他跳了這邊如果貼過來我中間是有幾器啊中間看起來是有四口氣 中間應該是有四口氣 我用一次想想我這點進去的話 1234 他也是四器啊我點進去他應該也是四器 所以說呢他這個要 過來的話比方說這個貼完貼 那我們再貼完貼完貼然後我們拐一下這樣我們中間有四器 然後上面是輪我們先收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爬回去他尖然後我們打吃完一個擋住他局部應該是 四器吧是不是 四器應該是沒問題 打一下 再擋住 局部 局部是四器 當然他如果說先擋的話應該也沒差吧我們就點進去 局部應該始終是四器啊 那如果中間要來包我的話呢因為包過來我們這個拐一下然後中間也是有1234四器輪我先收應該是 擺起好的 喔他搬這個 我搬這個 我搬這個應該是沒有用我可以擠在這邊他如果接到我可以擠在這邊 我那會不會作結作結 有用嗎看一下 算了反正就算這邊全死我們再去把這邊幹掉 一個很豁達的態度 然後他怎麼回去擋這個 他怎麼回去擋這個 提掉 單點應該就搞定了單點然後再打 特別簡明啊 他剛如果作結是什麼好像有點噁心呢 我好像不能從尾巴去收他剛如果作結我這個直接打就全都死了 感覺我剛這邊其實不需要跟他硬拼了我我應該有很簡明的 避開的方式 等一下復盤再回來看吧 這邊像這樣應該是不用再繼續了這其他已經不行 哇這邊還要殺我真的是 他都一直沒覺得自己的問題更大是吧 算了啦三顆給你斷吧你也斷不下去吧 三個就給你斷三個給你斷 這一塊我們連回家就ok 我這邊 都不想追究你了你知道嗎 哎這個東西還要在這邊頂 接在這好了他斑我們可以斷他貼我們斑局部有個一口乾 他現在如果切下去的話我可以打完翻過來喔 他補了一下但是這裡 這裡到底是什麼東西啊為什麼不補 到底為什麼一直不補 這我隨便大跳的或是問題吧 弄下來了弄下來了弄下來了說說不想追究你都是騙你的 這個騎到底為什麼可以一直不補的啊 這隨便一貼不就炸光了嗎 我覺得他應該是意識到了局面不利啊所以才故意不補 不過 不管他的理由是什麼吧不補的話被一戳大概就爆了 好那麼我們最後是簡單的覆個盤啊 用一下決議覆盤應該點數還夠 這番棋對手五段呢 感覺實力是還差不多了下的還算可以 前面這邊都還 還算中規中矩喔不過前面這裡的話他這個夾可能是有點不好 可能還是明顯只有跳吧 感覺也是只有跳 跳應該還是正常一手夾弓過來的話 這邊看一下決議有沒有 比較不一樣的反撥手段 我想說他這邊沒跳我們靠下去應該是很正常啊 決議說用飛的 可是飛的怎麼勝率比較低啊 有時候我真的不懂他的數字 飛的 飛的也是一個蠻有趣的想法再看一下 飛的話然後他如果說黑騎靠完斷呢 我們就長一下 不過 不長是不是也有 比方說往這一擊是不是黑騎也挺痛的 然後再吃 當然外面也死 還是說我打掉再擠啊 打擠 打擠然後再吃 這樣子也是一個轉換啊 感覺白騎是還可以啊 本來黑腳變白腳 一出一路差了20目 好像白騎挺不錯 飛也是一個有趣的想法 確實 實在這樣的話我後來覺得這個形狀好像白騎也沒有特別好 這邊有個點方啊 有點痛 嗯 實在這裡我是覺得黑騎應該要考慮扔進來 扔進來可能 感覺掉子比較對 覺得說要用爬的 喔這裡他直接爬掉 他覺得說爬掉的話呢 讓你這邊變鏽控 變鏽控 然後反正這個 後勢也沒有什麼發展啊 我這一塊已經限制住你了 所以這邊他也不丟進去 因為丟進去 丟進去我可能這樣子吧 然後再 雙方互跑 其實白騎也不見得怕 喔所以說決議是認為 黑騎就直接爬掉算了 好那麼這邊呢 呃這裡的話黑騎這一手啊 我是覺得應該飛啦是不是 問一下決議啊 這個騎被我拐下去 總感覺黑騎有點問題 喔決議說用頂的 反正總規不能讓我直接拐下去就對了 頂掉然後有點氣三顆的味道 當然三顆還沒有完全死 但是先把這邊走出來 然後呢三顆將來四季的洞 哇這個直接點在這啊 會不會太酷啊 這個也太酷了 先不管那邊反正這邊呢 先講 先靠一個 至少先把腳也走出來 實際上被我這個拐下去呢 哇這勝率瞬間黑騎崩盤了 喔對不對 剛剛本來才62 這麼一走直接變90啦 然後後面就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對黑騎還說 實戰這裡是產生了一個實戰死活體啊 這邊黑騎是走錯了 他明顯沒有看我的節目 這邊明顯黑騎是直接到火 局部進火這個 在前面幾集的 危奇死活是講了好幾次啊 這個大珠水的那一集 黑騎 不過這邊我是稍微有點疑問啊 這個騎黑騎如果單靠下去這個攻殺不知道怎麼樣 唉唷 喔對啦應該是我快騎 不過這邊是不是有個 打劫啊打劫我應該也不不怕吧 這個是白騎有力的環境界 主要是 白騎也沒有很重啊 這塊騎其實死了也還好 如果外面能走好幾手的話啦 我實在這麼走應該是可以然後黑騎這裡明顯是要倒火啊 這個黑騎 呃沒有也是雖然下到了野狐五段啊 不過對於一些實戰長行死活也是沒有掌握的很清楚 右上角的騎行就變成說像實戰那麼走的話呢 喔那這個白騎就可以像 實戰這樣一打 喔局部就形成一個黑騎有力的環境界了 喔但是本來可以進火的騎他走成打劫總是虧多了 那剛剛這邊我也是講過了如果說黑騎 欸自己鋪進去這樣子變成本劫是虧了 那如果說剛剛這邊的白騎打這個應該是不好的 黑騎可以打在這邊啊可以鋪在這邊 雖然白騎可以吃三個但是黑騎也是進火了 那如果白騎踢這邊呢黑騎可以再踢這邊 喔那這樣局部變成一個雙劫 喔所以說白騎如果要整塊把黑騎抓起來打劫的話呢必須打在這裡 喔是必須打在這裡 這樣變成一個緩移氣劫 那麼實戰變成這樣子的話白騎吃到這個 應該說木術就已經有點失衡了 然後這裡我應該是要擠掉 這邊勝率就已經 一路都已經100%了所以 這邊好像黑騎被我這個角剋掉呢黑騎就比較不好了 主要還是在於黑騎這個 本來進火騎走人大劫 喔也是已經虧多了 這邊我可能應該擠掉比較 比較減名啦這時候可能就要擠掉了 他這時候應該也會印我啊如果出來也沒什麼意思 這邊木術也很大而且直接放白騎做火好像黑騎也沒什麼意思我這邊應該擠掉 減名多了 實戰那樣子的話等於說我這邊一直留一個挖斷毛病啊好像不是反而不是很好了 我要說想說先保留但是後來看一看我們也沒什麼必要 實戰這裡的話黑騎這個虛掉應該是不好啊這個 如果說這邊單挖斷的話呢 至少是有個斷可以用啊 這邊白騎要怎麼走也是有要燒一點腦筋了 有點傷腦筋了可能要 兩顆要棄掉 不過黑騎這麼走也不是說就一定好了但是 但是 但至少黑騎這邊可以考慮這麼下啊 他為什麼會說他不是一定好呢因為這樣走完黑騎這一塊也是 會稍微受一點影響 我比方說我就走到這裡 在玩黑騎這一塊要跑的話呢可能上面會直接賣死 也是有可能 不過至少呢這個幫白騎補斷啦總之是非常不好的 實在這邊我是一直沒有去追究他啦不然像這時候我直接去走這個他好像 也差不多要爆了 感覺是差不多爆光 應該硬不動啊這邊明顯是欠一手 雖然他這邊是後續都拼滿兇的 然後這裡的話 不知道走什麼好像黑騎 有招嗎他剛這邊如果是走一個倒虎不知道是什麼 倒虎好像 沒有辦法進吃他是不是 應該是沒有辦法進吃他 爬的話他可以打進來 因為我自己氣太緊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從尾巴收 喔不過這個打解好像也是一個緩氣節 應該是一個緩氣節 那白騎應該也不怕啊反正我 我都下來把這邊剋掉那這邊跟他等於做一個轉換 假設這麼吃好了然後雙方各吃一塊啊假設這樣好了 這個起目數是怎麼樣啊白騎還是好飛了 所以說白騎應該總是不怕而且他下面還還很薄啊現在這塊起 所以如果各吃一塊要白騎也不怕就是了 總之呢 這番騎黑騎的一個 後面戰鬥應該也是不太OK 那不過主要前面的原因來說啊還是在於他這邊下錯了明顯是要倒虎一個 本來進火騎走成一個打結火啊就已經虧多了 那這邊被我吃到之後啊應該是木術已經失衡了 好那 這盤騎就跟大家講到這裡最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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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